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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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节奏太范茫太快速了 忙碌的时候就很难就察觉到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正念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 带入到当下 一个不批判的态度来迎接 当下的事件 当我在教导人家如何 把正念带入到他们生活当中 他们就开始对自己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这也对他们的身心 有一定的健康还有帮助 正念课的学员有老有少 上个星期天 改人中心就在植物园 举行户外正念练习 54岁的王美红 是其中一位学员 美红现在是一家 科研机构的食品科学家 两年前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而对生活感到茫然 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学习正念 情绪得到改善 正念课最重要的就是 深呼吸跟身体扫描 要对自己了解多一点 本身的健康 所以如果某一个部分有痛 或者是这样子 我会多一点注意 以前防茫的时候 根本就注意工作 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健康 正念提醒我身体的重要性 压力还有吧 可是精神上有不同的责任 觉得生活比较有乐器 俊杰教导正念课四年来发现 年长人士其实有很多心事 其实很多年长者他们都分享 他们非常担心孩子 对他们担心孩子的未来 即使他们孩子已经长大了 但是他们还是不能放下 对他们的这些的担忧 甚至也包括他们的孙子 将来会如何 他们也是担心自己会变得比较孤独 可能担心他们的伴 另外一伴会比他们早一点离去 医生说 其实陪伴对老年人很重要 其实朋友对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很重要的 假设我们的生活圈子缩小的话 朋友圈也就少了 然后我们的 因为有身体健康残疾 有些时候也是很难在 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所以也就没有了一定的收入 没有收入 没有社会圈子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孤立 孤立起来可能就会孤单 寂寞 无助 这个就影响到心灵健康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照顾一个人的心灵健康 不能只是照顾他的心灵健康 要照顾他的身体健康 还有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的家庭生活 还有他有很多朋友 这个都是很重要 一般年长人是空闲时 怎么打发时间 看书啊 听音乐啊 逛街啊 陪老婆吃早餐 重要是开心就好了 活得老 要开心 要注意健康 看看手机 看看电视 打打麻将啊 有时候啦 有时候啦 有时候去打麻将啊 不然就会取代哦 在家做家屋啦 来打工 打完了 我们就去喝茶啦 喝茶买菜回家啦 就是这样啦 为了鼓励大家活到老 学到老 政府也成立了全国乐林学院 五十岁以上的国人 如果到大专学府和志愿福利团体 修读短暂课程 可享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学费津贴 一些乐林人士选择学习缠绕画 这是一种很随意的画作 学员根据老师所教导的简单图案 凭自己的创意在纸上自由发挥 让心境完全透露在画作里 所以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很自由 那么你可以由你自己想象空间来去画 你要的东西出来 不会说很死板 因为现在是半退休的状态 是说开始学可能到真正完全退休的时候 就有精神寄托的东西 本来是一窍不通 他叫我来学画画 有个人很高兴 起初是有点害怕 不敢画因为没有拿过笔的人 后来呢 后来就慢慢学 画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书解我们的一些语言表达不出来 或者就是没有人我们信得过 可以谈心的话 其实画画像是一种写日记的一个做法 就是让自己更能够理解自己心灵的动向 而这个是在语言之外的 幸福的乐龄生活 毕然要过得充实有意义 培养一个嗜好 让身心灵保持活跃 也能让晚年更添资彩 请并驾时不需要给并驾单 这个做法可行吗